等著音樂律動用站姿做出自由舞步 就像為接下來的表演做介紹 這就是霹雳舞的搖滾步 接著用手支撐身體 以腳踩出步伐 這舞步則是排腿 但最吸睛的還是這個 用核心力量轉起來 搖身一變成大風車 對身體能力要求較高 這舞步稱為大地板 而以上半身支撐身體 保持不動則稱為定格 這四類就是霹雳舞的主要動作 不過在巴黎ARMY上到底如何評分 其實九位評審將以五個項目來打分 各占結果20% 首先執行力就看是否失誤較少 技術性則是看動作是否標準 詞彙量則看動作是否多樣不重複 選手的音樂性和音樂的配合度也很重要 最後展現獨特創意的原創性更是重點 我覺得是做出比較沒有見過的動作 對 因為如果是太常見的動作 那大家就會覺得你的辭匯量 就可能沒有這麼豐富 而奧運賽事是踩個人賽 男女組各16名選手 每4人分一組 每位選手會和組內其他3位 進行1對1BATTLE 最後分組前2名進8強 接著將變淘汰賽 選手兩兩對戰 進行3回合對決 贏最多者晉級 到了4強勝出了兩位真金牌 剩下的則是真銅牌 即便是大家都做一樣 但你只是加一點點想法 讓它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會很很吸睛 而代表台灣出戰的孫正 首輪D組中將PK荷蘭 哈薩克 摩洛哥好手 其中兩位更曾拿過大賽冠軍 孫正繃緊神經備戰 全台民眾也持續應援 TVB的新聞 羅氏彭 劉一軒 台北這麼到